如果你要控制SVD生成的视频 其实最重要的不在参数 在于视角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问题 去调参 因为SVD本身就不可控 因为它是图片生成视频 所以说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参数调整 可能要达到你的动画效果 其实这些起到的作用 都是微乎其微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视角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SVD1.1出来之后 我们总是想去判断一下 它比之前的模型 是不是哪个地方做得更好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这个视角设置的不对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 你都是比较不出来的 所以说你应该怎么去看待 这个新的SVD1.1模型 来看一下 那首先强调的就是 我现在用的不是1.0的版本 我用的是SVD1.1的版本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 对于视频的一个影响 首先你注意 如果我们的图片是一个原始图的话 那现在呢 我是生成的一个女孩 走在一个树林当中的一个圆形的图片 那我们生成的动画呢 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你会发现 女孩的这个动作呢 是比较明确的 另外镜头的这种跟随的效果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效果是比较漂亮的 那如果我们采用了一个比较近景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竖屏的 那么这个人物的比刚才呢 其实站的比例要大一些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镜头的效果呢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人物的动作呢 也变得更多 但是呢 人物的面部呢 就会有一些扭曲变形 但是肢体的动作呢 就会比较清晰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用ElementDiff呢 来做一下面部的修复 那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近 那么这是一个特写的一个镜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人物的动作呢 其实呢 就比较少了啊 重点呢 还是在细节和交物时的动作 你注意这样的树叶和头发碰撞的 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 但是人物面部的这个动作 或者人物自身的动作呢 就会变得比较小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用Majwechi生成的一张图 那同样是这样一个视角 大家会发现人物的面部呢 比较清楚 但是人物本身的动作呢 并不是特别的多 那背景的动画呢 会比较丰富 那如果我们把人物的这个构图呢 切在一个多半身 也就是大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你会发现 生成的这个动作呢 也会比较清楚 人物的动作也会比较多 那背景的动画呢 反而呢 可能相对少一点 面部的动作呢 也会比较多 但是呢 人物呢 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同样的一个效果 比方说我们还是这样一个视角 切在多半身 那你会发现 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效果 看一下多半身的情况 那面部呢 会走性比较严重 但是肢体的动作呢 也会比较多 那现在呢 我们把视角切一下 我们切到一个 将近是半身 没有将腿露出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面部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清晰 那背景的动画呢 也会比较多 那这个呢 可能就更明显一些 它整个腰部以上的这个构图呢 是比较明确的 那人物的面部 虽然有些走性 但是基本的形态呢 是没有问题的 整体的动画呢 也是比较棒的 那现在我们把镜头再往上切 现在应该是一个胸部以上的一个构图 那你会发现 那背景的动作开始减少 那面部呢 变得清晰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眼部的动作有些模糊 但是整体的沟通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刚才我讲的这些呢 其实并不是一些特殊情况啊 也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种 实验之后 得到的一个基本的结论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构图 你应该比较理想的视角呢 是大概这样一个视角 你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动画的这种概率呢 也会比较多啊 所以说呢 大家要注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官方看到的这个实例里边呢 它要求的分辨率呢 是1024x516是一个横平的 那如果它要是一个横平的话 那我们基本看到的呢 会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也就是说它面部会比较清楚 接近于脸部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给人的感觉会更好 那采用竖屏可能可变的因素 就会更多 那这个呢 也是官方引导你的一种手法啊 会让你感觉这个技术会比较的棒 那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效果的一个描述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整个的工作流 这个比较简单 宽度和高度呢 我用了一个单独的输入 这个是方便我去调整整个的分辨率 整体的文生图的流程呢 没有什么可说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这样呢 采用了一个 DipShrink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 主要是我们方便生成大的这个构图 是因为SD15这个模型 在生成分辨率比较大的这个图形的时候 会有问题啊 比方说我们出现两个人 或者是两个脑袋这样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很多人在处理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节点 Image2 Y6的部分呢 这个跟1.0的工作流呢 是基本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加载的这个模型现在是1.1的 进行了一个CFG的调度器 一个Conditioning的节点 拆摇器 解码就可以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ST的模型 也就是说它生成的图像的帧数呢 是25帧 当然你要生成14帧的这个也可以啊 也没有问题 那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模型下载 这个是StableY6DFusion 1.1在包包脸上的下载链接 这里边对这个模型呢 也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描述 它展示的图片呢 也比较好 但是你会发现人物的会比较少啊 它重点可能还在警户 或者是一些动物上面 大家可以通过这儿的这个链接 下载到我们这个模型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 那我们要生成一个比较好的动画呢 有的时候呢 并不在于技术本身 其实呢 有一些web因素 或者说设计的一些构思和原理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实不管是在StableY6DFusion的这种视频生成 还是在我们的AnimateDiff的这种动画生成里边 视角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你生成的人物之所以不漂亮 其实呢 你不用先从技术的细节去想到底是哪的问题 其实呢 有的时候你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这个视角不太对 那最终我们给大家建议还是你理想的视角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构图 那我们生成的视频呢 大致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你看到了吗 当我们将这个构图的远近 或者是呢 整个的一个视角调整成不同的一个形式的话呢 你得到的动画呢 是不太一样的 当这个视角比例比较合适的时候 即便你去抽卡 你抽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也是比较棒的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让知识变得更有意思